落英美景上线 深城这几条路落花不扫 关心性看银河 6月上海天文馆市运营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8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等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透露 今后一年将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修改传染病防治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职业衣食法等 8日 今年全国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开启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十四五十七 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将争取达到8%左右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预计今年消费将成恢复性快速增长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无凡提交提案 建议进一步优化疾控体系架构 合理能及分工 科学设置岗位 构建能及合理定位清晰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消除痛点断点和弱点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宏建议 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 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盘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新委呼吁 构建和完善高校婚恋教育体系 加强大学生婚恋教育 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为人口素质提高奠基 欢迎关注2021全国两会专题 了解更多两会实时信息谈天惊天深成 以因或多云天气为主 最低气温9摄氏度 最高气温在12摄氏度附近 风力不大 东北风3至4级 整体天气适宜出行 9日至10日白天基本无雨水侵扰 阳光有望露个小脸 下一次降水过程 预计出现在10日夜间到11日 12日起阳光安排就位 可以安排洗洗晒晒和户外活动了 本周气温总体变化不大 最低气温在8至10摄氏度 最高气温13至17摄氏度 药文 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0年累计结算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 28.4亿元 其中 医保基金支付16.3亿元 为期40天的2021年春运 3月8日结束 全国交通累计发送旅客8.7亿人次 身边 公安部发布全国公安系统38妇女节表彰名单 上海市公安局长 明分局北新金派出所民警前海欧霍平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称号 市公安局指挥部指挥中心总指挥长李林 普陀区看守所教导员潘东英霍平 成绩突出女民警 称号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张玉花 是嫦娥5号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 天问1号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 她将自己31年的青春岁月先后献给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及火星探测 成为跨越三大领域的航天女神 民法典实施后的上海首例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日前宣判 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 物工费 护理费 交通费 律师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8万余元 并书面赔礼道歉 法官表示 本案明确不当言语也可构成性骚扰 洛英美景又将上线 深城这五条路段将开启落花布扫 浦东新区 新岳路 周海路 圆三路 宝山区 永乐路 永青路 宝东路 松江区 冰湖路 新松江路 文祥路 杨浦区 江湾城路 阴行路 清波路 及静安区 永河东路 广延路 平行关路 总长约3300米 市民可享落花画卷 三月中下旬 晨山植物园豆梨将到盛花期 花胎似雪的豆梨清新脱俗 树形低矮更适合清静观赏 满树繁花时 景致将更壮观 上海天文馆项目 已临近整体工程尾声 这座耗资6亿 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 预计将在6月份迎来试运营 未来在上海也能关心性 太银河了 社区闲置房升级为养老服务点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嵌入社区 为打造5分钟社区养老生活服务圈 上海多家物业试点 居家社区养老新模式 近日 一名男子竟然在上海中环上逆行骑车 周围的车辆飞驰而过 显向环升 中环限速为80公里每小时 如果发生相撞 骑车人的后果不堪设想